长风渡男二落子商,人生不如一时之八九,与其内好自己,不如同步外好别人。 男主顾九思摊上这么个非婚生表哥,什么都要和他争,连他老婆柳玉如都不放过,也是够糟心的。 落子商身世是什么?还能不能放过顾九思了? 长风渡落子商身世是江河思生子,生母落衣水是江河仇人之女,这就很尴尬了。 顾九思母亲叫江柳,是江河姐姐,江河还有一个兄长,被洛家害死。 洛依水爱上江河,怀上落子商,临盆之际,被洛父找到。 刚出世的落子商也就被洛家强行带走。 洛依水以为儿子已死,令嫁他人郁郁寡欢,香香郁郁郁之时形容枯稿。 江河不是纯烈爱恼,没有过不去的坎,几十年后搅弄风云,身藏不露杀法果断。 洛子商随了这位亲爹,擅长全谋,心心念念复仇,实操无比丝滑,就是搞错了仇恨对象, 挥刀霍霍,向顾家,整得顾九思父子贼被动,贼无辜。 瞧瞧,小洛同学历的这幅爱,他要顾家家破人亡,还要亲眼看着顾九思失去一切,死在他面前。 咱就是说,顾九思又不是你洛子商同父异母弟弟,顾九思父亲更不是你洛子商父亲, 俩人顶天了,也就和你洛子商是亲戚,你小洛要不要这么狠。 真恨,去恨江河行不行。 还有啊,柳玉如嫁给了顾九思先婚后爱。 骆子商单约柳玉如搞反见计,收获柳玉如对顾九思的一大不好评。 人女生都走了,骆子商还在那儿不甘,为何这世间最好的一切都给了顾九思? 谁是男主心里没点数吗? 只要顾九思愿意,他可以是榜一花花公子,每天愉快玩耍不上学,家里有钱就是任性。 但凡柳玉如愿意督促,顾九思更可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,不再当顽固。 骆子商为了找心理平衡,连第一花花公子这种名头也要抢过来, 是真不知道柳玉如不喜欢花花公子,喜欢上进的男人。 结局顾九思和骆子商都喜欢柳玉如,柳玉如选骆子商是不可能选的,要选也是美人计。 原著小说中,骆子商算计转成空,在正文被写死了。 江河最后也是知道了骆子商身世,对骆子商充满愧疚。 好在,有一篇对骆子商很有好的番外。 江河他重生了,回到了骆依水嫁人前夕,告诉了骆依水,骆子商没有死。 骆依水不悲伤了,没有英年早逝,和老公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。 江河虽然没有和骆依水在一起吧,但是找到了骆子商,开启了独自养娃日常。 骆子商改姓江,也有了新名字江之人。 江河为了改变江之人结局,凡是刘一线,主打一个潜移默化,尽诸者赤。 江之人这一世果然性格大变,成了谦谦君子。 江河没先给他安排婚事,写了一封信到顾家,安利顾九思娶柳玉如。 江之人参加了婚礼,见到柳玉如心生喜欢,但也仅此而已。 这一次,他已经不想和顾九思争了,只希望柳玉如过得好。 汇袋